大家好,大家现在收看的是六度世界爱机器人,六地为您报道的新闻简报,内容来源于全球各大媒体,六度世纪是新一代社交媒体,瞬息全宇宙是2022年最好的电影,是内幕网站评选的2022年最佳电影,这部电影是一次荒诞而美丽的自我发现之旅,激励观众充分利用自己的生活,并向亲人伸出援手。 这部科幻剧讲述了对生活不满意的洗衣店老板伊芙林试图向他的父亲隐瞒女儿的性取向,伊芙林和他的丈夫还面临着一个脾气暴躁的国社局特工的税务审计,爱芙林被拉进了拯救多元宇宙的行列,这个神秘人物想用一个百鸡饼来毁灭世界。 这部电影探讨了在拯救世界的竞赛中善与恶的斗争,但也有可亲的层面,使其值得多次观看。 这部电影是一个温柔的母女故事,对父母期望的探索,对存在主义的研究,提醒人们对他人更友善。 以及一个关于宠然婚姻的爱情故事,该片不停地古怪幽默,复杂的打斗场面和美丽的服装设计,使人无法从屏幕上移开目光。 该片由安东尼和乔罗素很可能成为明年奥斯卡上最热门的影片。 由于口口相传,该片是要尔斯迄今为止收入最高的电影。 该片有可能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服装设计的提名,同时还有可能获得主演的提名。 《壮志凌云》,《独行侠》影评,一个夸张故事也好看的夸张。 《壮志凌云》,《独行侠》是1986年电影《壮志凌云》的续集,汤姆克鲁斯在该片中饰演一位名叫皮特。 《独行侠》,密切尔的狂妄的年轻海军飞行员。 在续集中,马斧里克现在是一名年过半百的海军式飞员,并被命令回到。 他本精英飞行员培训学校,为一向不可能完成了危险的新任务,培训最好和最聪明的人。 他的学员之一是一个叫公鸡的,头脑发热的年轻飞行员,是独行侠心爱的辽姬大鹅的儿子。 大鹅在第一步,撞至凌云中,与独行侠一起飞行时,不幸死亡。 至凌云,独行侠的三位编剧将原作中的线索进行了梳理,并将其转化为一部跨时代的男性友情片,一部真正具有史诗意义的父亲电影。 他们在挖掘对原作的怀旧情节的同时,地球在情感方面达到新的高度。 动作场面比原作更加惊心动魄,身临其境。 演员们在拍摄期间接受了密集的飞行训练,并驾驶了真正的飞机。 创至凌云,独行侠感觉像是回到了一个逝去的实用电影制作时代,在计算机生成的视觉效果占领好莱坞之前。 电影中最有力的一幕,是瓦尔·基尔默短暂地重新扮演冰人。 独行侠以前的克星变成了朋友的角色。 基尔默痛苦地表演,让人屏住呼吸。 爱里希玛里亚·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直到现在,才被改编成本国语言的电影。 导演爱德华·伯杰,对这个故事的新版本,是在雷马克的反战论述比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的情况下推出的。 2015年,德国演员丹尼尔·布鲁尔加入了制片人马尔特·格鲁纳特的游乐园电影公司。 他有一个明确的重点,寻找固有的德国材料。 但也有国际吸引力,《西线无战事》符合所有条件。 布鲁尔扮演德国作家和政治家马蒂亚·斯埃尔兹·贝格尔,他最终作为战败的帝国政府的代表,签署了结束战争的停战协议。 这是他在当时德国政治右派的眼中成为叛徒,制作如此规模的作品本来就够累的了。 但在大流行病的高峰期这样做,只会扩大伯洁和他的制作团队面临的挑战。 卡梅勒说,描绘保罗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经历,因为他展示了情感的调色版。 这个年轻人的旅程从快乐和爱开始,经历了战争的艰辛和恐怖,直到他自己的悲惨命运。 对于来自戏剧界的卡梅勒来说,不按顺序演戏是一种新的体验。 同时,化妆和发型设计师、海克默克对影片中展示的许多泥巴的变化失去了记忆。 同时,声音包括感官丰富的配音和逼真的声音效果,是让观众沉浸在影片中残酷。 泥泥和致命的战争环境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阿凡达,说也知道,第二次坠入潘多拉,詹姆斯卡梅龙的《阿凡达》,说也知道是一部视觉效果极佳的电影,但它缺乏人物发展和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 影片开始时,前海军陆战队员杰克·萨利·萨姆沃辛顿已经永久地成为生活在潘多拉星球的蓝色纳威人的一员。 主人公杰克是无可救的沉闷,很难让人对他产生感情。 翻派人物斯蒂芬兰·斯文兰的角色尽管在第一部电影中被杀,但还是回来了。 这部电影将大部分资源用于追捕一个人,而不是人类的命运。 梅特·卡伊那人不是骑着巨鸟到处跑,而是骑着海洋生物。 他们的文化和身体特征与那美人不同。 影片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让观众沉醉在潘多拉海洋社区的各种迷人的奇迹中。 影片的高超部分看起来很精彩,但缺乏心脏和兴奋点。 无法与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其他影片的高超部分相比,这部电影没有留下多少文化足迹。 就所花费的努力与可衡量的前进步伐的比例而言,它相当于好莱坞的凡尔登战役。 猫王能在C世代中幸存下来吗? 由奥斯汀·巴特勒饰演的新片《猫王》旨在重振猫王在年轻一代中的形象。 猫王一直是一代人的罗下策士,不同的年代将它视为神或笑话。 这部电影的导演巴兹·卢尔曼认为,对于TikTok一代的大部分人来说,猫王是一个耸尖和一个白眼。 奥斯汀·巴特勒在影片中进行了大部分的演唱。 它的目的是通过引导猫王的音乐,在全新时的狂野能量来改变这种情况。 像TikTok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失老一辈的表演者,更容易激触到年轻一代。 目前还不清楚谁的名人地位,可能从中受益更多。 猫王或奥斯汀·巴特勒,他们正在招募像艾米利·乌里维这样的,有影响力的人,帮助在网上进行炒作。 华纳兄弟拍他参加高纳电影节,在那里,他证实了巴特勒先生与他的主角是相配的。 《造梦之家》,斯皮尔伯格打电话回家。 《造梦之家》是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他经常合作的托尼库时那编写的一部温情的自传式遐想片,讲述了萨米法·布尔曼的道德教育。 他是一个受人爱戴的儿子,展露头角的幻想家,他了解到生活比他小时候掌握的要复杂的令人痛苦。 影片开始时,萨米看到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并被影片中高潮迭起的火车事故所吸引。 这激发了萨米的热情,并成为一种职业,他开始拍摄和撞毁他的火车模型,故事还探讨了萨米家庭的紧张关系,特别是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之间的关系。 前者是一位受过古典训练的钢琴家,他的事业受挫给影片带来了心痛和摩擦,后者是一位天才工程师。 但个性不强,影片分为几个部分,带领萨米从童年到高中跨越不同的轴姐,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家庭动荡期。 伊尼摄林的爆丧女妖,马丁麦克唐娜真的了解爱尔兰吗? 马丁麦克唐娜的电影《伊尼摄林的女妖》获得了九项奥斯卡提名,包括最佳影片,他讲述了两个疏远的姐妹回到她们在爱尔兰西部的家的故事。 评论家们指出,麦克唐娜对爱尔兰的描写既美丽又独特,但也是无可救药的陈词滥调,与实际的国家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着不稳定的关系。 马丁麦克唐娜的电影《伊尼摄林的女妖》获得了九项奥斯卡提名,包括最佳影片。 评论家们指出,麦克唐娜对爱尔兰的描写既美丽又独特,但也是无可救药的陈词滥调,与实际的国家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着不稳定的关系。 麦克唐娜不是爱尔兰人,但她早期的戏剧是以爱尔兰西部农村为背景的。 对爱尔兰文学传统的借鉴,远比对当代国家本身的复杂性要深。 批评者认为,麦克唐娜对爱尔兰的描绘并没有完全准确地表现出这个国家及其人民。 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爱尔兰和爱尔兰人的刻板印象和陈词滥调。 尽管有这些批评,这部电影因其美丽的风景,出色的演技和强有力的表演而受到赞扬。 塔尔是一部由托德·菲尔德指导的新片,讲述了一位名叫利迪亚塔尔的指挥家和作曲家,在她的职业中处于顶峰,她在世界伟大的交响乐团中不断晋升,并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和迪格地位。 影片的重点不是利迪亚的崛起,而是她的堕落。 影片的拍摄风格让人联想到罗曼·波兰斯基和斯坦利·库布里克,营造出一种恐惧和偏执的气氛,因为利迪亚收到了匿名礼物,她的家中出现了奇怪的声音,并在个人和职业生活中面临麻烦。 利迪亚的行为,包括她对伴侣的背叛和与孩子的恶霸的对抗,既惊险又恐怖,让人不清楚,她是怪物还是受害者。 这部电影的背景是一个罕见的文化空间,在那里人们期待着审美的完美,但也深入到了风骚和有争议的区域。 《悲情三角》,别担心,快乐点。 《悲情三角》是鲁本·奥斯特伦德的一部电影,是对吉利根岛的蓬头垢面的艺术院线重启。 该片对超模的浅薄,俄罗斯寡头的粗俗和全球消费资本主义的残酷不平等有许多见解,这部电影在最愚蠢的时候是最好的。 但奥斯特伦德适度的喜剧技巧被拴在了宏大的讽刺意图上。 奥斯特伦德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而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电影人,最后一幕发生在似乎是一个未知的沙漠小岛的海岸上。 在那里,幸存者们义务地表演了一个关于权力和人性的预言故事。 最后一幕是电影中最好的部分,部分原因是奥斯特伦允许角色表现得向人,而不是在他玩世不公的道德游戏中只是怪诞的密码。 这部电影很糟糕,执行起来有足够的视觉效果和表面的聪明才智,可以骗过嘎纳电影节的评委。 这一点,奥斯特伦德已经做了两次。 女人们的对话,一个崇高的剧本,一部好电影。 这部电影的背景是2010年,在加拿大的一个农场,也是一个封闭的,类似邪教的宗教社区。 其居民是门诺派教徒。 该殖民地的男人们利用其与世隔绝的怪异优势来掠夺妇女。 而这些妇女都没有受过教育。 许多男人给妇女下药,使用牛的镇警剂并强奸她们。 然后告诉妇女,这些公鸡是超自然的恶魔所谓,或者说这些公鸡是错觉。 或者说妇女甚至故意撒谎。 父亲强奸女儿,兄弟强奸姐妹。 当一个男人强奸一个幼儿时,女孩的母亲会攻击强奸者,而殖民地的人为了她的安全将她带到附近的城市。 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妇女们他们被殖民地命令原谅男人,否则将被永远诅咒迅速地组织起来。 妇女们举行了一次投票,从三个选项中做出选择,留下什么都不做,留下战斗,或者离开这个殖民地。 电影的重点是这三个家庭的讨论。 由于没有任何此类辩论的经验,讨论的前提与他们的实质是分不开的。 妇女们在这个启发式机构中一起工作时,建立了这个机构的基础,讨论涉及暴力的道德,真正的宽恕的性质。 男性的本性问题,以及即使不是攻击者的殖民地的男人,也要承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鉴于基督教信仰在妇女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毫不动摇,讨论涉及到他们所接受的教义,与以教义名义对他们造成的恐怖之间的冲突。 最重要的剧情是妇女们通过语言的方式觉悟了。 妇女们长期被压抑的智慧,她们长期被压抑的自我意识,她们至今未被承认的口才。 她们在内心和社会上的自我创造,以及她们为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经历,创造的语言。 谢谢大家收看,请大家继续关注六度时间。 再见。